我们知道俄乌的战士还在焦灼当中 就没有想在焦灼当中的时候 他们负责夏索夫亚尔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妖地 这个是乌克兰的王牌军 王牌军第67独立机械旅 竟然传说他被解编 搞了半天他不是被解编 他根本就是指挥官在正前抗命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有新的角落机出来了 新的角落机在哪里呢 在顿巴斯 顿巴斯来讲 其中有个地方恰索夫亚尔 为什么这地方真的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高地 所以如果你控制了恰索夫亚尔 这个高地的话 你要打入顿巴斯 其实俄罗斯是非常难的 这是个一手难攻的一个地方 大家现在抢就抢乌东啊 乌东里面最关键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顿巴斯的恰索夫亚尔 没错 就现在守这个地方的王牌军 不干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来讲 很多的资源就是丢到第67的 这个机械旅去 过去来讲 它守这个恰索夫亚尔 是守得非常辛苦的 可是来讲 现在是士气低落 因为他们的坦克坏了 他们的飙箱飞弹没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直接跨面说 我们不玩了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恰索夫亚尔 如果失去的话 那俄罗斯的军队 就可以整个进入乌东地区 然后继续往下去压 那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 整个战事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他们失去以前不是很高昂的吗 对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说呢 那时候战事一出现的时候呢 在亚述钢铁厂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说 你们把我们打伤了 把我们打残了 只要不打死我们 我们都要为 乌克兰继续努力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当初这个感动的画面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 贪腐的事件传出来了 这造成什么意思 造成我们在前线 打得很辛苦 你在后面吃得很开心 所以很多贪腐事件出来之后呢 一个一个的照片 一个一个的画面都说 他们把钱拿去哪里 买这个钻戒 拿去买豪宅 拿去买手表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大家怎么打得下去 你告诉我说你没有钱 对 一直要跟美国要钱 一直要跟欧洲要钱 结果的弹药也都没有了 我在弹尽量绝的状况下 我居然看到你的家里面 全部都是美金 全部都是名票 我居然看到你居然可以在国外制裁 那我当然火大了 对 你看我们第67旅 在前面那么辛苦 这是一个税务的代理局长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在家里面被抽出来 大概有500万的新台币 而且呢 各式各样 你看这个是美金 这个是欧元 连英镑都有了 你想想看 我们国家在打仗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其实 家里有美金 对 有欧元 还有英镑 因为他们在做这个税务的时候呢 他给他偷偷灌水 他就说你企业在暂时 你还是得要缴税嘛 结果呢 他把这个钱灌进去之后呢 他就用退税的名义 结果退到哪里 退到这一口袋 日己的口袋里面 又买豪宅 又买手表 另外一个 真兵来讲 这个东西是引起最大的一个争议 你想想看哦 现在大家在恰所复 这边打得要死 然后呢 损伤那么惨重 可是 不是 而且你把真兵的期限 给我拿掉了 本来以后说 我打5年打10年 我就可以回家了 你说现在这个时间拿掉以后 我要打到这个战争结束 打到这个天荒地老 结果 我在前线为你国家卖命 刚刚讲到 当时一开始 大家对整个乌克兰感觉感动 是在亚述钢铁上 你把我眼睛打瞎了 你把我手打残了 你把我的腿打肺了 我还是要坚守这个钢地 整个国家 等于说为这个国家 抛头颅撒热血 结果 我在前线抛头颅撒热血 我在前线吃紧 你在后方紧吃 你不但你家里有美金 有名票 甚至 我觉得看着更火大 你还买房子 买到西班牙去了